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七場的這個活動BOSS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是什麼 那今天是Y區的傑羅斯女王就是奧曼斯塔上面的BOSS 那他的特性呢就是會放毒 那這個是他的他的大招之一啊 好那相對來說在活動裡面的這個毒啊跟BOSS的能力當然都會被減弱 好那因為他會放毒的關係所以我們今天就用這個65級 好跟之前測試的法師等級差不多 法師是64嘛62-64 那這邊的話我們用65級的黑妖好來做測試 那技能部分呢我就多了一個這個叫做毒性抵抗 好我們就多了一個毒性抵抗 那這邊我們就把他拉進來到BUFF區裡面 讓他來自動施放 好那因為傑羅斯女王他會放毒嘛 所以我們就這樣放 然後再來是跟之前一樣就是打怪的時候 好先把狀態下一下 好看你要放哪些狀態你就把它下一下 都一樣啊很簡單好那這些道具啊這些 這個捲軸其實都是從這個任務裡面來的 所以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難度 好那我們就直接飛進去也打一下 今天的這個BOSS到底難度如何 好他他一開始召喚的是這個亞莉安娜齁 然後也會有這個把人定住的這個技能 好我們可以看到剛才他其實有放毒了齁 咦我們還是中毒了齁我們還是中毒了齁 好這個捷弱斯女王的毒喔我們好像抵抗不住啊 他還是會中他不是百分之百說可以抵抗掉這個毒 好有看到嗎我現在是已經有放了齁在這裡 BUFF是已經有放咯 中毒狀態嗎齁 那你們看就有了啦 毒性抵抗對這招是沒有用的 好那BOSS的強度呢其實算 也算是偏弱了 所以這個人竟然會有了 好難的 咦我先把梯子打到 BOSS強度不高 但是他會放毒就可以比較麻煩了 那打的時候一樣是先打小怪 好那因為它會放毒的關係 所以这个大家在打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血要补一下因为现在是黑妖他比较容易闪避那如果是 比如说妖精啊你近战贴身打的话或法师近战贴身打的话这个就要注意一下 好那这一次的这个第7场的活动就是如此的简单 好那希望大家在打的时候也可以顺顺利益的因为真的没有什么难度好以上就是第7场Y7的杰罗斯女王的这个介绍 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记得在荧幕中间按下订阅好那会随时收到这个小编的这个通知好新影片的通知那如果说你要按下铃铛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的 好要如果这个有新影片的话一定一定会收到这个通知那订阅的话可能只是在YouTube频道上面 会看到这个消息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